说到李小龙 除了国际知名武术家 人们很难不提及他那铁一般硬的腹肌 他那像翅膀一样的背阔肌 还有他超级低的体质率 李小龙的肌肉整体上和现代的健美运动员很难相比 但在60至70年代 当时的健身器材远不如现在 就连当时美国美式橄榄球的球员都还不相信健身时 李小龙就已经自己构思设计了一大堆健身器材 他的做法可以说是先驱性的 那么李小龙的训练方法到底有多厉害呢? 美国的知名健身员比如阿诺·斯瓦辛格 还有主演第一代绿巨人的卢费里诺都曾经公开说过 李小龙的身材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 李小龙的健身以及训练方法到底有多么的特别 以致这些美国的健身冠军 几于那么好的评价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李小龙最强的训练方法吧 李小龙身高只有173公分 体重63公斤 按理说这样的身材完全不像是那种王者级的武术家 不过李小龙就是个例外 根据这张香港克强建立学院的健身卡 我们可以看到李小龙在1965年5月27日的健身计划 很多龙黑都很喜欢以这张健身卡来诋毁李小龙 有些龙黑会说 武神李小龙只能够做95磅的深蹲 现在很多人甚至是女生都办得到啊 小编第一次看到这个健身卡时也有点惊讶 但深入了解李小龙后就明白了 再看看这张卡片 这是1965年5月 就在6个月前 李小龙刚在美国 奥克兰与黄泽民比武 虽然李小龙赢了比赛 但这场比赛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这之前 李小龙曾经在访问中说过 他相信不断的练习武术远比健美重要 虽然在1965年以前 李小龙也有健身 但更多的时间 他是用来练习功夫以及格斗技巧 但在与黄泽民比武后 他改变了一切 李小龙在美国的好朋友冯天伦曾说 如果李小龙当时的肌肉发达的话 在与黄泽民比武时 李小龙就能够抓住他不让他逃跑 李小龙的妻子琳达也说过 李小龙在比武后虽然胜出 但很沮丧 他告诉琳达如果比赛拖得更久 他有可能会因为身体素质而输给了黄泽民 经过了这场比武后 李小龙找到了他的学生兼朋友 袁靖海与艾伦桥 他们两人帮李小龙设计了这个健身计划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香港克强建立学院的健身卡 艾伦桥当时在美国是一名健身员 所以他设计给李小龙的训练 也就是一般的健身计划 李小龙跟着这个健身计划 很快的就从140磅增长到了165磅左右 但在这之后 李小龙自己就改变了他的健身计划 因为他意识到更大的肌肉 并不能增强他的格斗实力 李小龙是为了格斗而生的一名武术家 他想要的是可以在格斗中起到最佳作用的肌肉 所以这张克强建立学院的健身卡 只是李小龙健身的一个起点 很快的他就改变了这些训练 1966年 李小龙从香港再次回到美国之后 他受邀出演《清风侠》中的家藤一角色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李小龙必须学习一些套路 以便在电影中打得更漂亮 除了演员 李小龙在美国也是一名武术导师以及武术家 所以他也必须训练一些真实的格斗技巧 不然不可能继续在美国开设武馆 认识李小龙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喜欢阅读 在他家中藏有上千本的书记 他一直不断地从书中寻找资料 想要寻找最佳的训练方法 把自己训练成一名很强的格斗家 与一般的武术家不一样的事 李小龙除了学习健身的知识 他也学习了一些古代的大历史 目的就是想要知道如何运用人体发出强大的力量 在李小龙家中的书记 我们发现到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力量以及如何获得他》 这本书的作者桑多也不是一个个子大的人 但他却被世人认为是力气非常强大的人类 比如他可以徒手举起一匹马 如果你把桑多的身材与李小龙 在1972年猛龙过疆中的身材相比 你会发现他们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 这位来自德国的桑多身高175公分 体重只有185磅 但他却可以举取比他体重还重两三倍的重量 桑多的肌肉并没有很大 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健身冠军的肌肉相比 桑多最多就是一个现代运动员的身材 并不是阿诺斯瓦辛格那种 桑多出生于1867年 他是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位健美先生 也被后世人公认为健身之父 最令人惊讶的是 桑多的力气是从轻的健身训练中练出来的 所以李小龙拥有那么大的力气 也是从桑多那里学来的吗 并不是 李小龙只是从桑多那里意识到 人体的肌肉不一定要练到很大块 才能够拥有强大的力量 李小龙意识到 就算拥有阿诺斯瓦辛格那种身材 也不一定能够拥有很强大的力量 美国空手道冠军兼李小龙徒弟 乔刘律师曾经说过 他亲眼看过李小龙可以站着 将一个120磅的杠铃从胸口推出 然后握着不放 刘律师也说过 李小龙非常注重肌肉的密度以及稳定度 也因为这些肌肉的训练 李小龙可以办到很多人办不到的事情 将一个120磅的杠铃从胸口推出 然后握着不放 别说龙黑了 就算是一些龙粉也难以置信 但世界冠军乔李律师就的的确确的说 他亲眼看见 李小龙的训练远远超越普通人能够想象到的 很多人看到李小龙的健身卡 一口就咬定他并不是很强 这有可能是李小龙在他训练的计划中 加入了伤多的方式 也就是不举过重的重量 李小龙本身也有一套很完整的等长运动计划 等长运动涉及肌肉的静态收缩 在60年代中非常流行 但后来就慢慢淡化了 等长运动包含在李小龙的力量训练方案中 以提高身体从静态位置施加力量的能力 或者在等长保持的情况下 提高身体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姿势的能力 这个运动对于李小龙在格斗中发力至关重要 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李小龙的侧踢可以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李小龙的力量训练也包含了他家中那几个 300至700磅的特制沙袋 这些特制的沙袋里面装了很多铁 其实李小龙最神秘的肌肉训练方式 其实就是他不断的尝试所有的东西 他引用了老一辈人的力量训练方法 也引用了现代的健身方法 跑步、跳绳、骑脚踏车、泳村训练、功夫训练 还有等长运动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李小龙身材一般 却拥有超强的力量的原因之一 尽管他过世已久 李小龙依然是功夫的代名词 他的电影在放映时 动作快到要经过放慢处理 在没有电脑特效的年代 做到难以想象的动作 他的传奇是一份无法拷贝的神话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李小龙的事情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先前发布的影片 叶问不教李小龙永春权的真相 或者李小龙在美国展示寸权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还知道一些关于李小龙的事情 不妨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将会为你带来更多有关李小龙的影片 感谢大家的收看